在2015年纽伯格林VRN耐力赛中 一辆日产GT-L GT3满油通过上坡路时 突然腾空而起 车身不断后仰 几乎直立冲破护栏 撞向观看区 造成一死多伤的悲剧 为什么好端端的赛车自己站了起来呢 有人说它接近坡道顶点时速度过快 离心作用太强 因此被抛向空中 但汽车在坡道腾空时 由于后轮离地较晚 地面支持力只会对车身形成低头力矩 所以腾空后车头只会下沉 并不会后仰 还有人说上坡路使前轮复合较轻 尾翼下压力又太强 所以把车头压了起来 但汽车只要轻微抬头 车顶的湍流就会覆盖尾翼 置气失速而失去下压力 所以尾翼并不能让底盘持续抬升 看来其中另有原因 正好有辆GT-L在赛道上测试 它进入爬坡路段中心的中立作用线向后轴偏移 导致前轮下压力减弱 后悬挂负荷增大 加上满油上坡时 唯一制造了很强的下压力 使底盘出现了较小的上扬角 来到坡道末端 路面开始出现弧度 于是底盘下方的空间变成了收敛扩张型 起初气流会在收敛段加速 使喉部出现低压区 地面的吸力增大 但接近坡道顶点时 路面弧度越来越大 使喉道节面积进一步减小 这时此处的空气流速就不再继续提高 而是稳定在临界速度 当喉道面积继续减小 喉部的反压开始急剧增大 收敛段压力随之提高 变成了压缩气垫 将下压力减弱 前轮抬离路面 这种现象称为气流的拥塞效应 随着底盘营角增大 收敛段两端的面积比值就跟着增大 使气流拥塞加剧 电升压力进一步增强 将底盘持续抬升 这时汽车到达坡道顶点 迎面气流变成了水平方向 底盘由于营角突然增大 气流动压增强 加速后仰 于是一发不可收拾 酿成了千古悲剧 可见 气流的拥塞效应和满油通过坡道 才是翻车的主要原因 而拥塞效应不仅能先翻汽车 还能憋死喷气发动机 如果我们给战机发动机 套个收敛型尾喷管 当发动机转速较低 喷口的气流速度小于当地生速时 由于喷口撞击外界空气的压力波 以生速运动 就会在喷流中逆行到喷口 将喷口被压拉低到和外界打气压相同 这时发动机提高转速 喷管入口压力增大 就会使管内压差增大 于是喷流速度跟着提高 但喷流达到当地生速时 压力波就无法再逆流上行 于是喷管两端压力同步增加 管内压差保持不变 导致喷流速度不能继续提高 只能保持在音速 这就是收敛型喷管的气流拥塞效应 由于它限制了喷气速度 造成发动机憋一肚子劲使不出来 所以要换上收敛扩张型喷管 好让音速的燃气在喷部继续膨胀加速 如此看来 拥塞效应并不是什么好人 但苏联阿列克谢耶夫设计局研制的大型低效飞行器 却能利用机翼制造的拥塞效应 实现高速贴水飞行 这种低效飞行器机身修长 机腹呈潜微船底造型 有一副贴近水面的大闲长短翼展机翼 以及带上反脚的大号T型尾翼 它的八台电升推进发动机安装在机头的短翼上 尾喷管通过多层嵌套脚接 可以向下偏转提供电升和推进气流 两台辅助推进发动机后置 用于维持飞行速度 工作时机翼后援的四片拳翼展大型机翼放下 在下一面形成两端开口 面积比较大的气流通道 当发动机的下偏喷流以超过一定速度吹进来 便会在狭窄的排气口发生拥塞效应 排气量无法继续提高 而流道内的气压会随着航速提高而增大 形成强劲的压缩气垫 将机身拖出水面 以较低阻力高速飞行 可见拥塞效应并非一无是处 通过合力方法驱离避害 就能变废为宝